1992年3月中旬 在新疆阿克苏新河县通古斯巴什古城 发现了近3000枚唐代古钱币 但与史料记载中唐代的开源通宝钱不同 这批钱币上的文字写着 大力元宝或建中通宝 这不是大力元宝或建中通宝 第一次出现在世人眼前 只是从五代时期以来 人们都一直无法解释这两种钱币的来源 直至上世纪90年代 学者们将全国出土这两种钱币的位置加以汇总 逐渐发现大力元宝和建中通宝 出现最集中的地方 是在东起燕起 西至拜城县克兹尔千佛洞 南道鱼田经河田河至秋辞的交通要道 马扎塔格古树堡 北底库车以北的苏巴士古城 而这个范围在千年以前有着另一个名字 大唐安息都护府 故事的起源要追溯至公元755年12月爆发的安史之乱 为了平定这场波及中原的动乱 唐廷将西北各地的边军精锐尽数调往内地 此时的唐朝在大西北设置有三大机构 安息都护府、北庭节度室及河西节度室 公元639年12月 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交和行军总管侯军级讨秘高昌国 第二年8月 唐朝在高昌设置西州 在浮屠城设置亭州 9月以西州为治所设置安息都护府 后来随着唐朝在西域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安息都护府的治所迁移至秋辞 唐玄宗天保元年时 安息都护府痛下秋辞、燕起、榆田、舒勒寺镇 有兵两万四千人 公元662年 唐朝为了打击西突厥残部 在亭州设立金山都护府 至公元702年 武州再次设立北亭都护府 取代亭州建制 从此 北亭成为唐朝在天山以北的政治军事中心 唐玄宗开元年间 在北亭都护府之上又设立北亭节度室 总管北亭军政事务 唐天保元年 北亭节度室麾下有兵两万人 而治所在梁州的河西节度室 最早设立于公元711年 唐瑞宗景云二年 唐玄宗天保元年时 河西节度室通下八军镇三手桌 有兵七万三千人 唐朝在西部设立河西节度室 北亭节度室 安西都护府 其目的便是隔断吐蕃与突厥 进而限制其发展 然而 安史治乱爆发 唐廷部署在西面的重兵 被调往内地平叛 使得吐蕃得以趁此时机 拉开了蚕食唐朝西部领土的序幕 至公元763年 唐代宗广得援演 吐蕃大军供入大镇关 占领兰阔和善陶民秦成卫等州 进取拢幼之地 而同一年的二月 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终于得以平定 但还不等唐廷得以喘息 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 大唐开府一通三思 尚书左仆叶兼中书令 朔方节度副大使 河北副元帅 上驻国 大宁郡王蒲固怀恩 却突然在第二年秋 与朝廷反目 勾结回合吐蕃十万大军入寇 起兵反叛 唐廷急招郭子怡 领兵入朝救援 双方大军在奉天对峙 与此同时 大唐和以西副元帅 河西兼一溪北亭节度观察室 杨志烈 听闻长安告急 立刻决定唯位救赵 攻打蒲固怀恩的大本营灵州 以迫使蒲固怀恩 从奉天撤军 杨志烈派遣监军百文达 领军一万处征 临兴前 杨志烈对百文达嘱托道 河西精锐尽在于此 军将以至功领武 则怀恩有反顾之律 此意为 旧经师 只以其策也 百文达率领军队 向灵州发动猛攻 蒲固怀恩获知消息后 立刻率领2000名吐蕃 土御魂骑兵回员 趁夜突袭 百文达的不重 百文达力战不敌 士族死伤大半 勉强逃回两州 河西兵付出 伤亡过半的代价 换来的是 在奉天对峙的 吐蕃军队 近乎于同一时间 被郭子夷击败 蒲固怀恩连接回合 吐蕃进攻长安的计划 宣告破产 杨志烈安慰百文达说道 此行有恩经事之功 足死和伤 然而 杨志烈这句 士族虽死和伤的言论 顿时冷了 河西士兵的心 此时候不久 吐蕃趁杨志烈元气大伤 发兵攻打梁州 河西士兵怨恨杨志烈 对待自己的态度 纷纷不肯用命 情势极微之下 杨志烈只得率领亲信 逃奔甘州 河西走廊的东大门 梁州实现 至此 河西、安西、北京三地 与唐廷的联系中断 沦为非地 公元765年 逃到甘州的杨志烈 为了继续抵抗吐蕃 前往御门镇等地 招募军队 然而此时 杨志烈的下属 依稀停留后周易 却暗中与蒲固怀恩勾结 指使于北庭相邻的沙陀人 在伊州前往北庭途中的长权役 将杨志烈杀害 杨志烈的副将曹令中 亲眼目睹了这场刺杀 逃至沙州报信 并集结起5000人的军队 攻打周易 周易战败被杀 出身河西军的曹令中 从此执掌 北庭大权 成为河西塘军的 坚实后盾 而在杨志烈被杀前一个月 蒲固怀恩第二次引吐蕃 回合20万大军入口京师 但是在行军途中 蒲固怀恩却意外与暴击而亡 麾下部众陷入内斗 此时 吐蕃与回合的联军 已经兵为惊养 得知蒲固怀恩一次 吐蕃回合互相不愿听命于对方 于是在城外分开驻扎 郭子怡见状 认为分化二者的时机已经到来 亲自带领数名骑兵 便前往回合营中谈判 最终 回合军统帅 穆与克汗之地耀罗葛 与郭子怡达成共识 愿意恢复与唐朝的联盟 共同击败吐蕃军队 通年润十月 杨志烈之死的消息传至长安 唐廷以河西旧将杨修明 继任为河以西副元帅 河西兼依西北庭节度观察室 同时 也接受了郭子怡的建议 前使巡抚河西 并在梁 甘 肃 瓜 沙 设置周长时 据学者推测 郭子怡的侄子郭新 正是此次派往西部的使臣之一 但此时 与长安解围的情况相反 河西的处境已经非常危急 吐蕃在攻克梁州后 玄疾徽兵西近 于公元766年 先后攻破甘州 宿州 迫使杨修明不得已 将河西节度使的治所 前往沙州敦煌 并向安西四镇请求一万远兵 但不知是何原因 这封求援信发出后 似乎不知所踪 公元767年前后 杨修明在沙州去世 周顶出任河西节度使 而原本由河西节度使兼任的 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一支 在这一年被封给了 实际掌管北庭事务的曹令中 曹令中因此成为伊西北庭节度使 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 吐蕃持续巩固自己 在梁甘肃三州的统治 一面还不断对唐朝非地守军 散播唐廷衰微的言论 希望借此挫败守军的士气 以达到兵不血刃 吞下唐朝整个西部领土 另一面 吐蕃也将自己的重心调整向东 截二连三挑起军事冲突的同时 又向唐廷派去使臣议和 试图通过且战且谈的方式 逼迫唐廷承认 吐蕃已经占领的地区 双方重新划定边界 但打脸的是 唐代宗在对待吐蕃问题上 始终坚持不割地 不输博的基本原则 使得吐蕃在东面没能达成目的 而在西方非地 当初郭子怡与耀罗葛重新联盟后 回合势力便深入北庭 安息等地 与安息都护尔朱某 依稀北庭节度使曹令中 和西节度使周鼎互相联合 不断挫败吐蕃发起的攻势 为了鼓励奋似守土的唐军将士 唐代宗于公元769年前后 派遣使臣费尽万般辛苦 绕道回合 将大唐皇帝的 遇安息北庭诸将制 宣告于万千兽军 和西节度使周鼎 安息北庭都护曹令中 尔朱某等 一列相感 惯于神明 各受方任 同讲王室 赖天之灵 以战则克 不动中国 不劳济师 横至数千里 有辅车首尾之应 以威以怀 张我又业 棱镇于绝域 列窃于西弦 威三臣之力 则杜皇欲拢 不负汉有矣 霍恐凶仇搅诀 反复离文 望说国难 动摇人心 今所以书其事实 一意相报 子夷 一阵于宾礁 暴玉 进攻于天水 士马百万 当令西西方援汉之计 所依邪心陆力 抗力威武 同赴荣惠也 每年战首之势 十年不得卸甲 白手荣镇 终老未报 心知策达 不忘忠实 要当后 大势所指 穷荒荡定 玄爵未以相待 清福库之所有 以达西州贤士大夫 望身报国之城 唐代宗的诏书 开篇便肯定了 守土将帅 维持汉座的功劳 随后指出吐蕠 驾穿朝廷衰微 动摇军心的阴谋 告知他们 郭子怡等将领 正率领百万之师 莫马力兵 准备攻灭吐蕠 戴凯旋之日 当为守土将士 加官尽爵 清尽府库之姿 以嘉奖这份 来自西北的忠义 如今的我们 可以想象 当孤军坚守 十余年的 唐军将士们得知 大唐仍记得他们 那军阵之中 汗天动地的欢呼声 与眼中的泪水交织 这一刻 是属于安息 北庭 河西唐军的荣耀 三年后 公元 七百七十二年 唐代宗赐予 北庭都护曹令中 新的名字 李元忠 用以嘉奖旗 联合回合 抗击吐蕠的功勋 从此 安息 北庭 河西三地的人们 时时翘首东望 苦苦等待 王痴熙来 然而 举目渐日 却不见场安 唐廷疲于应对 内部藩阵 外部吐蕠的 复杂挑战 最终没能履行 对安息将士的承诺 尽管如此 身处孤境的唐军 仍然在这里 发挥着大唐的影响力 根据阿拉伯史料的记载 阿拔斯王朝哈利发 曼苏尔统治后期 被大势击败的 巴汉纳国王 曾逃至 舒勒避难 这一事件 在中方史料 李元忠神道碑中 得以印证 故能使 葛鲁叶户 起散归人 巴汉纳王 屈膝隐溢 然而 公元776年 新德恶号 由河西传来 瓜州被吐蕠攻陷 沙州将直面来自 吐蕠的威胁 唐河西节度时 周鼎 急忙派人 向回河求援 只是此时 唐廷与回河的关系 相处得并不融洽 回河人仗着自己 对唐朝的支援 回河使者在长安 经常无视法纪 还以列马 索取高架 当周鼎的 求援信 送去回河时 回河的军队 正在东面 截掠唐朝的下周 因此 周鼎的请求 时辰大海 独目难知的周鼎 眼见局势将危 于是提出 焚毁成锅 率领军民向东突围 返回中原的计划 然而 周鼎此言一出 顿时引起 全城上下的不满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 率领军队 百姓 本身就行动不便 更何况 无论是走吐蕃 占领的河西走廊 还是绕路到 回河境内东归 两条线路 对这么多人而言 都无异于 自取灭亡 但周鼎 下定决心 要破釜沉州 随后令 督之兵马 使颜巢尾先锋 向东探查水草 此时的敦煌 由张 索 曹 阴 李 阎 向周鼎 辞行的机会 用剑射杀周鼎 亲信周杀奴 随后将守卫敦煌 十余年的周鼎 当场一杀 自领 河西 解渡士 阎朝 上位后 立刻下令 放弃 毁城东迁的计划 获得了城内军民的 一致拥护 吐蕃原本采用 自攻打 梁州以来的 传统策略 用强大的兵士 希望驱逐 唐军西逃 但面对 以阎朝 为首的敦煌 本地豪族 誓死坚守的信念 驱逐策略 已然失效 于是 吐蕃赞浦 亲自驻扎 麒莲山以南 指挥大军 向敦煌 发动猛攻 然而 吐蕃赞浦 万万没有想到 这场实力悬殊 本应是碾压局的战役 竟然会持续了 十年之久 而在此期间 公元779年 唐朝 与回合韩国内部 都发生了 最高权力的 巨大变动 此前与郭子怡 结盟的 耀罗葛 发动政变 杀 穆与 克汗自立 视为 河谷多路 皮嘎 克汗 耀罗葛为了 争取回合 在西域的利益 因此 比穆与 克汗 更加坚定的履行 与唐朝 共同对抗 吐蕃的盟约 但非常不巧的是 在同一年 对吐蕃 保持强硬姿态的 唐代宗甲崩 太子李阔继位 视为 唐德宗 早在公元762年时 回合的穆与克汗 曾带兵 囤住闪州 帮助唐朝 平定安始之乱 与当时 还是太子的李阔相见 在这次会面中 穆与克汗 不仅言辞傲慢 还要求大唐太子 对他行 拜武大礼 太子进尘 前往交涉 竟被穆与克汗 下令 杖机一百 两名唐朝官员 当场毕命 尽管此事 最终以回合一方致歉 并派人送李阔离开而收场 但这场 被称为闪州之耻的事件 导致了新继位称帝的唐德宗 此后对回合都十分排斥 价值此时的唐朝 内部翻阵割据的恶果 不断显现 外部 与昔日联合制衡吐蕃的盟友南兆 也关系交恶 如此内忧外患 导致刚刚上位的唐德宗 不得不改变 对吐蕃的强硬态度 谋求与吐蕃讲和 来腾出经地 先行处理内部的翻阵问题 从宏观角度来看 唐德宗的决策是正确的 在与吐蕃关系缓和之后 唐德宗便将伟大不掉 已经威胁皇权的朔方军拆分 同时加强了中央直属的神策军实力 完成了唐庭对西北翻阵的掌控 与对河北翻阵的震慑 公元781年 唐德宗建中二年 回合可汗耀罗格 为了向唐朝表示诚意 允许安息守军使者通过北厅 经由回合地区的玉都军山 回合崖障 去参天克汗道 致天德军进入中原 这条路线被称为回湖道 回湖道的开通 使得与中央断绝近18年之久的 安息使者终于得以抵达长安 当唐德宗获知 安息北厅仍有唐军建守时 内心大为感动 于这一年的七月下诏 加封一夕北厅节度使 李元忠伟 北厅大都护 宁赛郡王 四镇节度留后 由此可知 之前被褒奖的安息都部尔朱某 已经去世 过心在其麾下担任 四镇节度留后 同一年 敦煌守军也向西兆回湖道 将已故的大唐一夕北厅 节度使杨修明 和西节度使周鼎 西州刺使李秀章 瓜州刺使张贤等人的领袖 运回中原 于第二年五月抵达长安 一直进攻敦煌的吐蕃赞谱发现 唐廷通过回湖道 又一次稳固了安息 北厅 河西三地的忍心 这对他们攻打沙州的计划 十分不利 于是 吐蕃在同一年 趁着与唐德宗商榷和谈事宜期间 加紧了对沙州的攻势 公元781年 敦煌送走一顾官员灵救后不久 吐蕃便发兵 攻陷了沙州寿长县 接着又向西 攻陷伊州 伊州刺使袁光廷 自天保末年 担任伊州刺使以来 率兵坚守伊州十余年 如今 箭矢耗尽 粮草枯竭 城池被吐蕃攻破 袁光廷在城破之际 亲手杀死七儿 随后自焚而死 敦煌的西面 是八百里流沙 漠鹤炎气 唯一的退路 便是西北的伊州 如今伊州失陷 敦煌沦为孤城 在这样的境遇之下 公元783年正月 唐廷与吐蕃在清水 正式定立盟约 史称清水会盟 这次会盟的结果 是唐廷承认 陵 京 隆 凤 四周 及建南西山 大渡河以西 已被吐蕃占领的地区 从此归吐蕃所有 而对于西部 仍有大唐孤军坚守的飞地 唐廷提出 蒙文有所不在者 不过有兵马出波首 汉有兵马出汉首 兵衣剑守 不得侵阅 其先未有兵马出 不得心智 并驻城堡耕种 这后半句所指的范围 便是谈其香 会至唐朝全途时 标记的咸田区域 但吐蕃一方 显然对此并不满意 吐蕃赞谱 暗中授意谈判大臣 拖延时间暂缓履约 通年八月 当初由西域调回内地 支援唐廷评判的 安息北庭二帝行营将士 爆发兵变 康德宗以来 不断推行的 限制翻阵政策 使得安息北庭行营将士 也受到牵连 屡遭打压 种种遭遇 使得这支 跨越千里平叛 又为国束手边境 抗击吐蕃的军队 心中不满之情日重 先后爆发过多次兵变 我等为国家束手西方边境 十余年已 刚开始驻军宾州 城池荒芜白首起家 稍见好转 将我等调去荆州 披荆极力军府 时日不长 又要将我等发往塞外 我等何罪 而至于此乎 而公元783年的这次兵变 也是因为唐廷 对行营将士 刻薄寡恩 引起的一次爆发 士兵们在途经长安时发难 趁势攻入城内 共同推举诸此为主 唐德宗慌乱间出逃奉田 史称京元兵变 公元784年正月 吐蕃派人联系唐德宗 提出愿意出兵帮助评判 唐德宗文言大喜 允诺吐蕃前来评判 之后愿歌让安息北亭二帝 以作打谢 这条承诺 瞬间引起唐廷朝野震动 文武官员纷纷反对 而吐蕃大军也仅是在4月 击败一次诸此的部队后 便引军而还 最终唐廷仍是靠自身力量 收复长安 镇压了这次兵变 从此 安息北亭行营中 来自安息北亭二帝的将帅士兵 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行营建制 也完全被晶圆节度时所取代 这场动乱平息后 吐蕃立即派人前来 向唐德宗索要安息北亭之地 唐德宗准备照李元忠 郭心回朝 割地给吐蕃 还颁布了撤出西域唐军的赤书 直到这一刻 魏国束手西域的将帅们 仍不知道 自己已经沦为皇帝 换取自身利益的筹码 左散级常使李毕 急忙劝说唐德宗道 安息北亭人性萧瀚 控制西域五十七国 即十性突厥 又能分吐蕃之势 使其不能发兵东侵 奈何拱手让人 前两阵之人 士孤帝元尽忠竭力 为国家固守近二十年 诚客哀怜 一旦之气已荣敌 彼必深怨中国 他日从吐蕃之口 辱报丝绸矣 况且此前吐蕃观望不尽 首属两端 还截略武功等地 受贿而去 此何功之有 唐德宗这才幡然醒悟 以吐蕃未尽全力 还截略内地为由 拒绝了割地的要求 只答应每年 向吐蕃送去采捐一万匹 不久唐德宗又向安息 北庭发去诏书 加封郭新 李元忠伟左右谱业 吐蕃因此恼羞成怒 与唐朝再度开战 公元786年 新一轮的猛攻 涌向了敦煌的城头 这是延朝率领军民 抵抗吐蕃的第十个年头 敦煌城内 此时已是良谢皆解 万般无奈之下 延朝以不许迁徙百姓 至他地为条件 向吐蕃投降 但没过多久 吐蕃在延朝的靴中投毒 将其毒杀 从此 大唐帝国的西部 仅存安息北庭二帝 艰难孤首 但雪上加霜的是 就在同一年 长安才收到来自北庭的消息 为大唐 坚守西垂近二十年的 北庭大都湖里元忠 在公元784年5月去世 唐廷随即下诏 令一席北庭节度留后 杨锡谷 即认为北庭大都户 一席北庭节度使 一年后 公元787年 吐蕃甲一提出 愿意履行清水会盟提出的双方边界 归还延州 夏州等地 希望双方能在平良川 再度会盟 唐廷信以为真 却未曾想到 这是吐蕃处心积虑制造的阴谋 会盟当日 吐蕃埋伏的军队向唐军发动进攻 史称平良解盟 唐军边防部队在这次突袭中损失惨重 吐蕃借机向东部与安西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 通言 李璧出任宰相 提出联姻回合拉拢南兆 共同牵制吐蕃的策略 获得唐德宗的认可 在李璧的运作下 唐朝边境的军事压力得以缓解 但好景不长 公元789年冬 吐蕃联合南迁的三姓葛罗路 攻打北亭守军 回湖大象邪于嘎斯率兵救援 结果被吐蕃击败 此时被回湖政权欺压的沙团人 也趁机投向吐蕃 至第二年四月前后 亭州失守 北亭大都湖杨锡谷 率领部众两千余人 退往西州 几个月后 杨锡谷与协于嘎斯南北呼应 试图收复亭州 却再度被吐蕃 葛罗路联军击败 杨锡谷的部众仅存数百人 协于嘎斯邀请杨锡谷 一同前往回湖崖障 谋划东山再起 但此时的回湖政权内部 已经接连发生两次政变 协于嘎斯在国中的地位 也岌岌可危 不久 杨锡谷受到牵连 与协于嘎斯一同被杀 不过此事也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 协于嘎斯在国内的地位 并没有降低 之所以突然反目 杀害杨锡谷 其目的是为了此后 能独占北亭 当北亭的唐军 势力覆灭后 回湖人向吐蕃发动反击 最终也确实 占据了北亭 杨锡谷死后 失去统帅的西州 最终在公元792年全境陷落 至此 唐廷在北亭的首军 尽数覆灭 尽村的安息之地 因失去了连接回湖道的交通 从此长安再未收到来自 安息的消息 至今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西州的陷落标志着 大唐帝国势力 正式退出西域地区 随后 这一地区陷入了 回湖与吐蕃的反复争夺之中 公元788年至790年间 从印度归来的僧人悟空 在他的回忆录 悟空入竹记中提到 他路过安息时 见到了安息唐军的统帅 郭新 这也是郭新最后一次出现在 史记文献的记载之中 大唐最后一任 安息大都护郭新 与他麾下安息寺镇的唐军将士 在为国坚守28年后 最终归宿如何 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之谜 留给后人无限遐想 在考古出土的于田文书中 曾记载公元802年时 回湖进宫书勒 称另有唐朝将领罗提杰 率军两千要计划攻打于田 以此或可以证明 公元802年时 安息寺镇中的于田 舒勒已经被吐拨攻陷 但秋辞仍在唐军手中 薛宗正在郭新主政 安息史事沟沉一文中 通过白居易 原诊两位诗人 在公元809年 采访一名由安息逃回 中原的老兵试迹后 所创作的两首 《附荣人诗座》 设定由安息到中原的路程时间尾 一年 得出推测 安息最后失陷和郭新阵亡的时间尾 公元808年 唐元和三年 若这个推测属实 那从公元764年 梁州失陷算起 束手安息的唐军 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以西北有孤中的一腔热血 坚守了足足四十余年 少年随父 恕安息 何谓刮沙 眼看眉 五六十年消息绝 中间盟会 又猖獗 眼穿冬日 望摇云 长断正朝 疏汉发 近年如此 思汉者 半为老病 半癌骨 长交孙子 学香音 油画平时 好成趣 接着 又是一个四十年 曾经承载 何西军辉煌 与最后荣光的敦煌 在公元848年 春夏之交 有一人 够营货而盲衰 至吐蕃之运剑 世心归国 绝意无疑 他将继续书写 西北有辜中 新的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